第三十五题 有关做等速率圆周运动的物体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要做圆周运动一定要受向心力 向心力横指向圆心 永远都跟切线 也就是运动方向互相垂直 因此向心力会改变速度的运动方向 所以选项B说向心力是改变速度的原因是对的 因为我们的是做圆周运动 所以我们的速度方向一直在改变 等速度运动必须速度的大小相同方向也相同 这里的速度方向一直在改变 所以不是等速度运动 所以选项C说此物体的运动 不是等速度运动是对的 谁提供我们向心力呢 如果是绕地球运转的卫星 它的向心力就是来自于 它跟地球之间的万有引力 所以选项猪说 或使物体围绕地球运转的卫星 则向心力是尤其与地球间的万有引力提供也是对的 那么如果要做所谓的等加速度运动 加速度的大小必须相同 方向也要相同 但是我们的圆周运动受向心力 向心力很指向圆星 所以加速度的方向也很指向圆星 也就是加速度方向一直都在改变 所以它不会是一个等加速度运动 因为它的加速度方向一直在改变 所以选项A是错的 因此第35题问我们说 有关做等速率圆周运动的物体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A 此物体做等加速度运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